我覺得很失望 我也覺得天啊 為什麼這個政府會是這個德性 新北市中和兩歲確診男童 恩恩不幸染疫過世 恩恩爸爸苦追消失的八十一分鐘真相 但新北市政府不但拒絕 提供一一九與衛生局的橫向 聯繫錄音檔 還聲稱衛生局沒有錄音 不過現在卻爆出 是否早在四月十四號 恩恩案發生 當週就有一份內部檢討報告 你們明明知道當下 的確是有問題 也做了修改的SOP 先不管執勤人員或勤務人員 有沒有問題 你們都做了 可是完全沒有在跟我們家屬 去跟我們講這件事情 我不管這個叫道歉或說明 連基本的說明都沒有 我覺得以人性來說的話 太殘忍也太過分 恩恩爸收到機動處 還倒抽一口氣 因為新北市政府的處理態度 真的無法讓人接受 尤其被爆出的這份內部檢討報告 明確針對一一九報案的SOP 進行修改 原版的確診者派救護車送醫指引中 確診民眾意識不清或叫不醒 需經由衛生局確認才能派車 但四月十七號開始 只有立即就醫情況可直接派車 第二點是建議衛生局與一一九 建立緊急聯絡管道 必須二十四小時暢通 第三點修改的SOP是建立一一九 跟一九九專線電話回應的教育訓練 新北市府的處理方式不止家屬和市長侯友宜曾經都是嘉義 普子同鄉也曾一起在陳水扁總統任內當過內閣成員的突醒澤 也看不下去 他以自己過去擔任嘉義市長和衛生署長 在地方與中央的經驗為例 疫情在出景 總是民眾會緊張 那市長就會有點焦慮感 那這個焦慮感 他有時候會忘掉說 這個地方的指揮官其實就是市長 這依據傳染病環治法規定很清楚 所以他有時候如果說以為 把這個衛生局好好做 這樣是不對的 這個是要整個城市一起來 好好做 昔日扁內閣戰友向侯友宜喊話 要他誠實才是上策 否則過去厚道的暖男形象 真的會完全毀於一旦 新新聞陳彩 甘韓人參謀報導